尖这个字最早建于商代甲骨文 在目前能识别出来的一千多个甲骨文单字中 就有尖这个字 尖描绘的是一个人俯身低头面对盛水的器皿 本意是以水为尽照视自己 于是引申出自上是下的意思 又引申出监察监督等含义 这个字走过几千年 外形几经演变 其核心含义却一直沿用至今 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加强对公权力全面监督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 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 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 必须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自我革命 实现自我进化的有效统计 2018年12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 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 有效性作为着力点 推进公权力运行法制化 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 压缩权力行驶的韧性空间 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 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 党中央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各方面监督 从党内监督全覆盖破题 通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整合机构 完善职能 创新制度 把监督对象从党员干部 拓展到所有公职人员 监察法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都纳入了监察范围 填补了过去党规党纪 和行政监察之间的空白地带 这样的变化很快反映在了具体工作中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吉林工商学院原副院长张国志 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 2018年8月29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 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志 涉嫌严重职务违法 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这条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 原因是张国志并非中共党员 他落马时也并非行政机关公务员 而是高等院校的副院长 接到他的线索是2018年的2月份 接到线索之后 我们仔细甄别了一下 张国志的身份属于是非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同时他又不是党员 举报线索反映的是张国志之前 在吉林体育学院任副院长期间 以权谋私的问题 吉林省纪委接到线索时 张国志已经调任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 监察体制改革前 在公办的教育 科研 文化 医疗卫生 体育等单位 从事管理的人员 掌管着公共资源 行使着公权力 大多数不属于行政监察范畴 非党员也不在纪委管辖范围 这就出现了监督的空白 制度上的空荡也助长了一些人 钻空子的心理 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 但张国志觉得自己不是中共党员 纪委管不到自己头上来 2015年 他担任吉林体育学院副院长期间 利用职务之变 为两名私人老板 在承揽学院公寓楼田径运动场 综合体育馆实验室相关工程上 提供帮助收受贿赂 中纪委 省纪委 市纪委 也都是发文件的 我认为别人的事和我没关系 这处犯的还是反正 反正也可能有侥幸心理 自己不是党员的 可能约束上差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这一状况 监察法明确了六类监察对象 即包括公务员以及参工管理人员 受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组织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 还涵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公办教科文卫体等单位 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等 只要依法履行公职 行使公权力都被纳入监察范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 党的监督实现了全覆盖 但是根据经刑经监察法 行政监察对象的范围 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 有一部分人不是党员 也不是过去的行政监察对象 但是它行使的依然是公权力 这次通过监察法 就把它全部纳入了监察对象 2018年3月 监察法正式颁布施行 类似张国志这样的身份 不再是监督的盲区 吉林省监委 很快对这一之前暂存的问题线索 启动了出核 掌握了张国志职务犯罪的确凿证据 于2018年8月 对他采取了留置措施 经调查 不仅查清了他担任 吉林省体育学院副院长期间的 受贿事实 也发现了他之前在苏元市副市长 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等岗位上的受贿行为 违法所得累计达数百万元 对于非中共干部的管理 应该说纪委你管不到 监察法出来以后 有法律还是可以管到的 你东方释放这就是现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使一些过去藏身于制度空档的违法行为 不能再逍遥法外 吉林省纪检监察机关 2018年共立案18200件 其中涉及非中共党员监察对象的案件 就有1176件 立案查处1199人 过去在一些非中共党员 这样的领导干部 存在着这种一种不受约束的思想 监察法颁布之后 实现了对所有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全覆盖 给各级监委 依法履行国家监察智能 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推进组织和制度创新 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国家监察体制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 让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 2018年10月 经党中央同意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 在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 派驻监督取得的明显成效基础上 进行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 根据党章党规和宪法监察法有关规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统一设立46家派驻纪检监察组 监督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129家单位 切实增强监督全覆盖有效性 这次派驻改革呢 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适应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 那么将派驻机构呢 统一规范为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 那么派驻机构呢 既要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要求 履行监督职绩问责的职责 又要依据宪法和监察法 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责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加强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员的监督 来增强我们的监督的效能 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 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向各大国有银行 以及国开行中信人保等总计15家中管金融企业 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 这些金融企业之前有内设纪检监察机构 改革后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派驻 和过去有着本质的变化 企业的纪委它主要的问题是独立性 权威性不够 所以就造成不敢监督 不愿监督 监督缺位 监督不利 这个派驻改革之后呢 这种状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企业内设纪委改设委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它本质上属于上级纪委 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 说它的监督力度就大了 权威性和独立性自然也就有了 那么监督的效果也就出来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其中的重点 但近年来 查处的国有金融行业的腐败案件反映出 腐败问题是导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这个领域党员干部的监督急需加强 2018年查处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晓明案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我们也曾经办过多件金融领域的案件 但是都不信任赖晓明 事后查清的这个违纪违法的这种数额 违害程度 犯罪情节 犯罪手段 都是触目惊心 把人诚目解释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 状案组在北京某小区发现了赖晓明藏匿赃款的一处房屋 里面有多个保险柜存放的现金达两个多亿 赖晓明为了逃避调查 就是把这个名字叫超市 就在里面铁柜里 因为铁柜柜 一分点都没花 都放到那里了 最后组织上都收了 所以我又说这也是要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 最后又不敢花又不敢用 还提心吊胆的 超市里藏的巨额现金 只是赖晓明违法所得的一部分 除了现金 他还收受大量房产 名车 名表 黄金 紫化 他的违法所得 最终数额还需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 但无疑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他就是对物质的战友 是非常贪婪的这种贪欲 他用也用过那么多 手表几十块谁用得了 他就是想要 车也是这样 宾利车 奔驰车 阿尔法车 一个地下车库 那几个车都是太大 都摆满了豪车 赖晓明违法所得 金额巨大 除了本人的贪婪欲望 也反映出金融行业腐败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一些特点 金融领域是资金密集 资源密集 这样一个领域 那其他的实业领域呢 就是一个项目也就是两三个亿 而在金融领域呢 一个融资达到几十亿 赖晓明也知道自己的价格 他知道他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 作为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 赖晓明的权力都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 但他却把这份权力背后的责任 抛在脑后 在和私企大老板们接触的过程中 将国家权力置换成个人私利 因为金融行业 他就天天跟钱打交道 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 动个几个亿几十个亿 上百亿的 给你点钱 对他来说小菜一连 自己来说呢 觉得我支持他这么大 都是帮他发展起来了 我自己也是 觉得很正常的了 有的时候老板 他买了跟你说 我这里买了好多房子 在哪个地方地段很好 就张口就说了 他也说的无所谓 把他这么多房子 给你一套 也是 你也给他要一套 我的车子 这个不错 我喜欢开这种车 留在我这吧 这个当时就非常那种麻木了 赖晓明为追求个人利益 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华融公司是一家 经国务院批准 由财政部控股的 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 主业是经营处置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 但赖晓明激进经营 急速扩张 开设几十家子公司 分公司 迅速发展成 拥有银行 证券 信托 投资 期货 金融服务等 全排照的金融集团 严重偏离主业 甚至违背国家政策 参与一些 明令禁止 国有金融机构 涉足的项目 他往上升的话 肯定需要业绩 他不会考虑 长期的风险会怎么样 只要你第一时间 把规模给我做出来 把短期利润 给我实现出来 至于这个项目 三年五年之后 出现风险 他不管的 他要去追求 短期业绩的话 那我们只能去投一些 相对高风险的项目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股票 赖小民在追求政绩的同时 也从中疯狂谋取 个人利益 在他的直接干预下 华融公司 向与他存在利益输送 关系的私营企业 提供了大量资金 这些项目是赖小民 自上而下指定合作的 审批程序导致 下属知道 这是董事长的意思 对这些项目的评估把关 风险防控 也就流于形势 很多项目 都是赖小民直接交代的 都是他的朋友的 有些时候 为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 把一些从市场角度 考察的很多因素和点 要么是忽略了 要么是给美化了 中央有关金融工作的 方针政策明确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 把强化风险防控 确保金融安全 放在首要位置 2015年以来 银监会多次通过 监管通报 监管会谈等方式 对华融公司的经营风险 等问题予以警示 要求华融公司 控制债务规模 回归主业 但赖小民却依然 我行我素 与党中央的要求 背道而驰 面对监管机构的提醒 赖小民都是不以为然 甚至斥责我们的监管人员 不专业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金融领域 它这个违法犯罪问题 本身专业性比较强 隐蔽性比较强 所以它看似都合规 但是你层层这个剥离开来 它都有一些这个巨大的风险在里面 赖小民激进经营积累的风险 其实已经逐渐显现 一些巨额投资 放债业务出现问题 资金难以收回 华融本是不良资产的处置者 却渐渐异化成金融风险制造者 但出现问题之后 赖小民并没有及时回归正途 反而利用所谓的专业经验 用饮震止渴的方式加以掩盖 他也说了 如果出了风险 我华融就是干不良资产的 我也去能给他解决掉 但是他这种解决不良资产 不是靠着技术和运营去解决 而是靠着拿更多的钱 再去填更大的窟窿来解决 而且他也说了 如果出了风险 我们再来融资 再把这个风险给他适当的延长 就这样日积月累又出了风险 再拿再更多的钱去往里撒 就这样的恶性循环 华融公司按成立之初的业务范围 是由银监会监管 但后来他发展成金融全牌照公司之后 不同方面的业务 分别归银监会 保监会 证监会等 多家机构监管 赖小民于是利用其中的空档 哪个板块业务要接受检查了 他就把其他板块的资金先挪过来 拆东墙 补西墙 不断闪转腾挪 绞尽脑汁 掩盖窟窿 我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城市只有一条道一样 这个猫抓老鼠啊 这老鼠只能在这条道上跑 十条道 那老鼠就又多了九条道出来 在这种有漏洞可钻 治理结构又不完全的情况下 直到中纪委发现了 这个事情才漏出来 金融行业的专业性分业监管带来的空档 加上赖小民有意逃避监管 使得外部监管难以抵达 而华融公司的内部监督也形同虚设 并没有发挥作用 党委书记 董事长 法人 都是我一个人挑 纪委书记都还是自己党委下面管 他哪有多少权威啊 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 我的部下 他很难监督我 说就是话 党委书记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如果不领导纪检监察工作 反而带头违纪违法 必然导致作风和腐败问题夺发 对这个纪委的要求呢 也是尝试 约试 抹试 对纪委收到的问题线索 也是不认为查处 甚至干预案件的查处 他还把此不发一案 不导一人 作为一个口号 在大会上公然宣讲 这种忽视党建 把这个纪委的作用淡化 弱化 那么就在公司内部造成了大量的燃料风险 按规定 国有企业的三重一大事项 必须上党委会集体决策 但赖小民却经常自己直接拍板 即使上会也是独断专行 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基本上都是老赖说啥就是做啥 我们个人的刮帽子 你每年拿多少绩效 你自己想在自己内部集团发展 你想获取多大职业支持 实际上都是老赖一支笔说了算 你要是说呢 在这个事情上一次能顶他 如果顶两次 顶三次 我估计你就工作岗位你就调整 因为我们也有活生生的例子 赖小民用手中的人事权 排挤一级任人为亲 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 赖小民是江西瑞金人 从管理层到食堂大厨 很多岗位 他都安排了自己的老乡圈的人 基本都是他的老乡 所以个人色彩很浓 并且他也不掩饰 不掩饰自己这种独到专横 很享受这种被人捧着 被人推崇的这种感觉吧 赖小民的用人导向 也使得反对的声音大多沉默 投其所好的人大行其道 华融公司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久而久之 赖小民听不到任何批评提醒 在一片吹捧声中 更加忘乎所以 赖小民他本人从内心是排斥胆子领导 就把这个华融公司 就是成了他的一个家天下 一手遮天 就是内部外部的监督 全部都失效 多因一果 导致了赖小民 就是近年来金融领域里面 影响极其恶劣 是吧 教训极其惨痛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案件 这一案件揭示了华融公司 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 弱化 淡化 虚化 边缘化 纪检部门 难以履职 监督 严重 缺失的状况 这种现象在其他金融企业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 向15家中管金融企业 直接派驻 纪检监察组 正是针对发现的监督 博弱环节 对证实测 过去几年里 15家金融企业 移送司法的案件 总共只有10起 而派驻改革不到一年 已经移送近20起 从党的18届三中全会 要求巡视派驻 两个全覆盖 到党的18届六中全会 制定党内监督条例 推动党内监督全覆盖 从党的19大后 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到逐步形成 纪律监督 监察监督 派驻监督 巡视监督 四个全覆盖格局 党和国家监督工作 逐步延伸到 每个领域 每个角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 监察全覆盖 既横向拓宽 也纵向深入 积极探索监督职能 向基层村居延伸的 有效途径 县级纪委监委 派驻乡镇监察办公室 在全国各地 普遍建立起来 打通了 纪检监察 全覆盖最后一公里 为坚决查处群众 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提供了组织保障 黄系飞 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张板镇苍霞村村委会原主任 这位被称为两面三刀的村委会主任 被查的消息 引起社会关注 因为黄系飞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 监委查处的非中共党员基层公职人员 黄系飞他是村主任 但是他又是非中共党员 是新增的监察对象 涉及的就是我们群众身边的 比较突出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研判完以后的话 就开展初步核查 很快的就是他的一些违法行为 就浮出了水面 全州台商投资区 沧霞矿区部分矿山 在沧霞村辖区内 矿区施工过程中 因为迁移墓地 施工噪音等问题 与村民发生纠纷 黄系飞便以帮助矿区 摆平村民闹事为由 向矿区负责人陈连发 先后八次索要人民币十一万元 陈连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黄系飞第一次跟他要钱的情景 2016年的一天 沧霞矿区正在建设基建平台 黄系飞跑来对他说 施工会影响村民生活 村民要来闹事的 让他出点钱摆平这事 我们测诊的话 也全部是通过的 所以我就不理他 那就有一些老太婆 老头子不走了 我没办法了 我就去找他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叫我拿五万块钱给他 那我就给他讲说 要不然我先拿三万给他 等这些老百姓都测回去了 我可以开始正常作业了 然后剩下的钱我再给他 一三万块 本来是他 直接叫我帮忙 叫我以后关照一下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专案组发现 黄系飞在村民和邝普面前 扮演起双面角色 在村民面前 他打着为村民服务的旗号 多次支持煽动村民 闹事主攻 甚至动用村委会公章出证明 挑拨群众越级上访 在矿主面前 他则大卖人情 以疏导群众为由 数次索要钱财 不止沧霞矿区这一家企业 村里其他企业主们 或被威胁恐吓 或出于无奈主动套进火 也都或多或少 被黄系飞索要过钱 2019年福建省惠安县法院 公开宣判黄系飞受贿案 警察黄系飞在村籍管理事务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价值共计20万2500元 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黄系飞还有其他犯罪行为 法院一并做出宣判 监察体制改革后 我们向乡镇派出了监察组 然后再赋予了监察的权限 更有效地发挥乡镇检检组织的作用 2019年1月到9月 我们全市各级检检检组织 收到的信访件 同比下降12.7% 但是我们乡镇收到的信访件 上升了49.1% 群众对我们乡镇基建组织 它的信任感增强了 他觉得他反映了问题 可以在乡镇得到解决 监察全覆盖的制度效能 切实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查办案件只是纪委监委工作的一种形式 各级纪委监委积极探索 综合运用平时观察 谈心谈话 检查抽查 列席民主生活会 受理信访举报 督促巡视巡查整改 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等形式 把日常监督实实在在做起来 做到位 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第四监督检查室的一次集体研判会 这样的会议 已经成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11个监督检查室的常态化工作 这种问题排查机制 是将日常监督 做细做实的一个重要抓手 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汇总梳理 集体研判 该谈话寒巡的谈话寒巡 该排除的予以排除 做到及时规范处置 我们前向日常监督 注重提高谈话寒巡的质量 这是我们日常一项重点工作 我们本着眼管厚爱 激励和约束 并重这种要求 抓早抓小 对于一些问题和疑点 我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来印证谈话寒巡的对象 让我们有错有问题的通知 真够能够认错 毁错改错 对于没有的问题的通知 我们给予澄清 使他们可以放下包袱 为了加强日常监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各监督检查室 与对口联系的地区 部门和单位 建立了常态化的信息沟通 和协调配合工作机制 第四监督检查室 对口监督多家央企 派驻各央企的纪检监察组 必须每月上报工作动态 第四监督检查室 也经常前往监督单位 通过实地调研 督导检查 参加民主生活会等工作 深入了解掌握监督单位 政治生态状况 为监督工作提供扎实支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 全国监察对象 增加了百分之两百以上 而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 只增加了百分之十 面对这样的刑事任务 必须准确把握 全覆盖与抓重点的关系 创新监督方式 管住关键少数 引领绝大多数 成了一把手 就在那个时候 自己的思想 有了波动 犯罪 这个源头的思想 已经苗头已经出来 那么我要走一条 既要能当官 又要能够发财的 所谓中间之路 白象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原副主席 2018年4月24日 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立案审查调查 2018年10月 被予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移送司法机关 被告人白象群 受贵 贪污 内幕交易 陷入内幕信息 以案 经过法庭要法 2019年1月31日 法院一审开庭 检查机关 起诉白象群 涉嫌贪污 受贿 内幕交易等 多项罪名 违法所得 超过1亿元 白象群当庭表示 认罪 毁罪 回首贪腐 1亿元的起点 他收受的 第一笔贿赂 正是第一次 当上一把手之后 当时是自区团委书记 盖这个办公楼 这老板找到我 也不错关系 就是说是想干这个活 日后要给我钱 自己呢 那也经受不了 起这个诱惑 这话就走出了 犯罪的第一步 这第一笔贿赂 就高达105万元 白象群 首次体会到了 靠权力来钱 原来那么容易 起初他还有些 提心吊胆 随着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多 也就渐渐麻木了 此后他又陆续升任 乌海市委书记 西林郭勒盟盟委书记 权力越来越大 对金钱的胃口 也越来越大 乌海市被形象地称为 乌金之海 境内有丰富的优质焦煤 和其他多种矿产资源 2003年到2011年 白象群在乌海市担任市长 市委书记期间 用这片乌金之海的资源 为自己换取了大量黑金 他在乌海任职期间 大肆插手煤炭资源配置 通过省息煤炭资源 矿产资源开发 房地产开发来捞钱 在北安全事案的37个老板当中 有20个老板都涉及到资源配置 他为一个蒙古上市公司的 世界困执人杜某某 进行煤炭资源配置 就收取了一个价值 1600多万的北京房产一套 为广东一个老板 进行煤炭资源配置 市售500万英语在北京买一个避暑 案发时查获白将群在呼和浩特市 北京市海南省等地 实际控制房产十多套 其中不少面积巨大 装修豪华 这一套套房产 都是他做一把手期间 或直接收受 或用违法所得置办 或和老板之间 以小换大 以旧换新等方式 变相受惠得来的 在一个地区啊 特别是当了主官 手中有两个权利 对干部来讲呢 他主要看你干部的任免权 对老板来讲呢 是资源的配置权 土地的开发权 南向群还买官卖官 收受30多名干部 数百万元的钱财 他的贪腐行为 给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 和政治生态都带来了 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把手搞贪污腐化 肯定对一个地方的 官场 商场 社会分析 危害甚至 破坏了市场 正常的公平竞争 这样的秩序 形成了觉得 不送 但不真实 不送 拿不到项目 正确的导向 也树立不起来 一些官员 干部 看牒下菜 投机 俗号 可能就形成 劣币 驱逐良币 这样的 现象 白象群爱喝酒 是出了名的 不少老板 也就投其所好 以高档名酒相送 白象群也来者不惧 曾经有一名老板 一次就送给他 三十箱茅台 除了收礼 白象群还用公款买酒 落马时 从他家里查扣的酒 就有一千多瓶 几乎都是贵重的名酒 四次动营公款 六百余万 购买各种高档的白酒 红酒 特别是2010年 五月份 作为参与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代表团 到上海参加师博会 看中了 师博会里面 一种纪念酒 叫做和平时载 最美中华 这个系列 茅台酒 就让登印政府 资金九十余万 购买了一个系列 一共八十一瓶 白象群曾经说过一句话 要趁在位的时候 把退休后喝的酒 都准备好 对他来说 权力的滋味 曾经如同美酒 让他沉醉其中 而现在 到了酒醒的时候 自己呢 愿意喝酒 别愿意喝好酒 现在来想 很可悲 收了那么多的钱 换来的结果呢 一间牢房 一张床 收了那么多的酒 想日天天喝 一天三顿劳饭 一回想起这些的 自己可以说是痛不愈的 白象群出生在一个 普通蒙古族家庭 父母常年在草原上 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 在当地很受百姓尊重 给他起名叫象群 寓意是希望他永远 心向人民群众 然而当白象群拥有权力之后 却忘记了父母的厚望 把权力当作了追求 自我享受的筹码 我小的时候 父母偶尔给我和哥哥 两块钱 买八分钱一个的齿锋对家 大小就这么大 就相当于肉夹馍 一家四口人 吃了就跟过年一样 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事后当了官 接受别人的宴请 企业也好 啥也好 成千上万元一桌席 但是我总也找不到 八分钱对家的那样的 美味和感觉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 不就是个贪子吗 究竟应当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什么 是每一个一把手 时刻需要自问的问题 而如何对各级一把手 有效的监督制约 促使一把手公正用权 为民用权 依法用权 则是各级党组织 必须时刻自问的问题 党这一把手 权力还是非常地集中 它能够应权 任性 自以妄为 过程项目 它一批 资源配置 它一批 所有的其他的程序也好 审批流程也好 都靠边站 反映出 我们当时 我们加强干部监督管理 特别的一些 重点领域 关键 岗位 权力集中 资源集中 资金集中 这些岗位缓解 我们加大监督制约的力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 破解对一把手监督 和同级监督难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坚决贯彻执行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紧盯关键少数 强化对中管干部 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各地各部门党组织 纪委监委 也在探索如何加强 对关键少数 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这是广东省中山市纪委领导 在约谈中山市大冲镇党委书记 在广东 这样的约谈方式 已经成为对一把手的监督常态 党的十九大以来 向省委数则数连的 省管主要领导干部 共有539人次 对其中不如实报告 或者报告问题不深入 不具体的 由省领导和省纪委监委领导 直接面对面约谈 目前已约谈省管主要领导干部 245人次 其中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一把手 他说已经有很多年 组织上没有找他们进行过这种谈话 这种方式的提醒谈话 实际上就是传导了一种压力 他们在他自己的分管职责范围之内 他也要履行好全面充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景李虎 是被约谈的一把手之一 分管副省长就如何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如何解决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和他面对面进行了三个小时谈话 一个省的领导单独约你一个人来谈 感觉到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谈话呢面对面一对一 不绕弯子不留面子 广东省要求相关干部被约谈后 不是一谈了之 必须在规定时间报告问题整改情况 省纪委监委对整改情况 跟进监督回访并报告省委 同时载入个人连政档案 我约谈的高校的一把手60多人 我约谈的我们厅机关下属单位 党组织的一把手90多人 就是把对一把手的监督 直接传导到岗位 传导到人 上级约谈下级一把手 不留情面 直指问题 提醒着各级一把手 必须摆正位置 接受监督 同时通过这种方式 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增强监督时效 公权力信公 也必须畏公 只要公权力存在 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 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 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 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推向前进 要坚持把增强对公权力 和公职人员的监督 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 将监督之王越知越密 将城府之鉴越磨越立 大小梁山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却有干部向扶贫资金伸手 最终是要面对法律的惩处 和自己内心的舍叛 是我的扶贫中的一个炸弹 他随时会报 会报我报的粉色税 冯新柱曾任陕西省分管扶贫工作的副省长 却把扶贫工作当负担 甚至从中谋取私利 因为当了这个副省长应该关更大了 也在养着那些 因为在自己身上就是 要关掉了西区啊 安徽省富南县是个贫困县 却将巨额资金 丢在刷白墙面子工程上 折射出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有进入进入的事项 回到面子丢了里头 国家监察第三集聚焦脱贫 敬请关注